本视频由Codex射箭新基地赞助播出 大家好 这里是王多瑜的射箭频道 喜欢射箭的话记得关注 这里肯定不是做饭 因为疫情最近有一些反复 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护 然后比赛全都为了防疫让路 这也都是为了好好守住防疫的成果 所以在没有比赛之间的日子 我也是比较偷懒的 已经很久没有去射箭了 正好来保养一下我们的装备 平时除了弓靶跟箭之外 还有一样东西是我们非常贴身使用的东西 那就是护纸了 所以原本今天的内容是好好的拆解 然后保养一下护纸 但是由于我的操作 我把录好的视频给弄丢了 所以现在你看到的这些 其实是事后补录的 所以这个护纸已经是非常非常的新了 我也没有办法做旧 让它再回到之前那个脏不垃圾的样子 所以我想了一些办法找回了部分素材 同时我们也先介绍一下这次养护的思路 首先还是要夸夸我们这款护纸 这个是国产黄铜的马屯皮下三纸的一个护纸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是打光弓的 光弓使用的是下三纸 这款护纸呢也是我用过的几款护纸里面 我觉得最舒服的 表面的这一块皮特别的厚硬度也非常的高 对手指产生的压力呢大部分就由它来承担了 这是我最喜欢它的部分 其次呢黄铜手指板的这个部分呢 有一定的分量手感是比较扎实的 至于它的缺点呢 首先我觉得它的设计不是最好看的 不对称的 既然已经是三纸了 为什么你的这个神槽要开成这个样子呢 第二个呢就是它在用料方面 我不知道别人拿到是怎么样 但是对于我来说 购买的时候有一些波折 它后面配的这些螺丝 没有一个扳手式可以正确的拧动所有的螺丝 对重点是在所有的螺丝 型号是不一样的 这个我不知道是为什么会有这么神奇的体验 介于它的优缺点呢 其实我觉得它的优点还是大于缺点的 这是我使用的最长时间的一款护纸 并且我也没有打算把它换掉 所以呢才有今天这期养护视频 接下来呢说一下这个保养拆解的思路啊 大家可以从特解里面看到 就是最大的问题它是有生锈 所以呢我们主要是把它拆开 然后为这个铜板做一个除锈 然后加强这些螺丝的硬度 做一个脆火 这里其实已经是脆火完成的状态了 之后你们可以看到脆火的过程 皮具上一些油 做一些保养 袋子 因为没有替换件 所以只能简单的清理 用毛刷刷干净 大概的思路就是这样 那让我们赶紧开始吧 我们才能读得更高的 我现在看下来 那么甜不不不不不不 Mut 会让我们做到地方 跟这个游啊 你拿过来 放入冰箱 骨骑骨 放入冰箱 皮 骨骑骨 搅拌 放入冰箱 薄膜 放入冰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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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蛋 等一天 小麦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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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入冰箱 収擦 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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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水冷凍 吸收 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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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鶏鶏 用白膠盆 按 device 啤酒 蛋 啤酒 醬汁 鱼 鱼 鱼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如果对你有些帮助的话 欢迎点赞投币收藏 也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那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by bwd6